补充用VBA的部分也是这样 10 enter 他会跳出Magic Bus 太高太低 太低的话就高一点 15 恭喜杂对了一次就对了 其实逻辑都一模一样 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说 在Python里面是用所谓的Random Range 然后在VBA里面它是一个Function 直接就有了 不用外部Import 它叫Rnd 小瓜糊 小瓜糊 这个就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一样跟Python产生 不 Python是产生一个Range 这个是产生一个乱数 它的乱数一定 会从0 到小于1之前 0 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接近1 就是0.999999 很多一直9的 OK 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要产生1到20之间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把它乘以20 之后呢 再取它的整数 乘以20的话 0最小值 0乘上20才是0 所以还是0 那如果0.999乘上20的话 就是19.999 那如果INT之后的话 就是0到19 那如果要1到20的话 后面就把它怎么样 加1就好了 OK 类似啦 其实我想概念都差不多 写的方法都类似 而且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Do 坏耳一 你会发现 怎么又Do 坏耳一 刚刚是坏耳一 这边是Do 坏耳一 其实只是语法不一样 E也是True E就是无穷回忆 其他的话就If El if Else 其实写法都一模一样 OK 都差不多了 只是说它这个后面本来是冒号变成Then而已 其实我觉得大东西 Majer Box 这个东西都 只是Printer改Majer Box 然后Input改成Input Box 大体都差不多 OK 所以这部分提供可以参考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想要再多了解一个环境的话 那请注意 E就是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在这上方 可以把什么 其他命令叫起来 制定工程区 这个打勾就可以 那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微软的 微软的这种Solution 其实它好处就真的是太方便 什么事都不用做 根本也不需要什么懒人包 他实际上就已经 帮你 帮你准备的好好的 所以像那个Visual Studio 各位应该有用过 你其实也类似的概念 它反正都帮你弄好好的 而且虽然还是有一点小Bug 不过那种Bug 都不是什么 像那个Python里面那种 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Bug 而且你也没办法解决 因为它刚release一个版本 它还没有debug完 所以相对起来 这种东西是比较稳定 可是它缺点就是说 它是商用软体 商用软体就是要付钱 付钱 OK就是会有钱的问题 那自由软体就相对比较没有 这个付费的问题 不过它缺点就是你要自己解决问题 不过有些 像台湾有一些中小企业老板 他觉得我要解决那个问题 我导步买个现成算 这样导可以一劳永逸一些些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 eSale还能做什么 下一个例 下一道题目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eSale在太方便了 比如说 我们有一道例题叫Mans CAI 这个Mans CAI是做什么用途呢 其实各位应该知道就是英文的一月到十二月 我们中文很简单 一月二月三四五六一到十二很简单 后面加个月就好了 可是英文的月份它不一样 每个都不一样 OK 所以你要把它全部背起来还真不是太容易 也许有时候会讲 但不见得会拼 拼那些字 所以我们这一道题就是希望各位做一个什么 请你做出一个 我如果执行的时候 然后它会跳出一个问题为 这个英文字是几月的一个练习的CAI OK 那当然我们的逻辑是这样 如果我输入一个错误的 比如说输入5 Enter 它会出现答错了 OK 然后它还是跳一样的问题 问题为这个是几月 那除非说你答对了 这几月呢 应该是7月没错 Enter 答案正确 也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就是 1到12月的清单 那清单的话当然我们前面有用过一个变数 变数形态 这个资料形态就是list的串列 所以理论上你要放一整串的东西就清单 第一个你一定要想到用串列 在我们的实际上工作应用里面清单出现机率太高了 你资料库来的资料一定也是一个清单 你总不可能说我来就是来一个 你怎么可能 一定是来一串的 所以你一定要会用串列 所以在python里面你如果不会用串列 那你等于不会写 等于你根本不会写python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一样要 假设要做一个类似像这个 一个问题 问题为 把这个乱数产生的月份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从 那个月份的清单里面乱数 取得一个 那个英文 然后把这个英文串在这个中间 问题为串在中间 这是几月呢 然后呢 当然input 我们就是输入这个词 他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跟他的月份是相同的 如果是的话呢 那表示这个是答对 反之就答错 所以这边可能也需要一个无穷回圈 因为呢 我们就是反复让他一直进到回圈 一直练习 一直try 然后看到底ok 那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所谓的串列形态 那这边的话串列形态 所以第一个 我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重点 就是我需要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的话呢 它的结构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Ctrl 减 其实Ctrl 加跟减 前面讲过嘛 就是你可以放大这个字 缩小这个字 然后只能用中间的加跟减 如果你要用右边的加跟减 后来我其他地方上课 后来我其他地方上课 有同学就跟我讲说 右边不是不能用 但是你要多按Shift 所以我后来试一下 加号也可以 有没有 用右边也可以 只是说你如果用右边的加跟减 你要按Ctrl shift 多一个shift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会需要什么 一个串列 这个串列的变数名称 我取名叫Mights Stream 等于后面的话 给它中瓜湖 然后呢 一个串一个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一直把它输入上去 所以第一件事情 各位把这个一到十二月英文 把它输入 不过这个时候可能要考 好像要考各位 一到十二月 而且你要拼队 老师这简直 不是考程式 是考英文的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会拼一月就好了 一到十二月就自动出现 怎么出现 这个时候可能又 就需要仰赖那个Excel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Excel 你把一月输入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如果你要输入一月之后的话 它十二月份全部出现了 OK 因为它已经内建好了 已经帮你建好清单 你只要输入一月 向下拉就好了 剩下来就把这个copy到哪里呢 copy到上面来 然后记得就是前后再加上 我喜欢用双一号 你用单一号也可以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串列里面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呢 第一个 我给它一个空的 为什么给它一个空的 因为想说老师不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从头开始 你怎么前面多一个 道理很简单 因为串列跟阵列 类似的 它的编号index 一定从零开始 那从零开始 以前写成是 如果你们写过其他Java C sharp都差不多 一定会遇到什么 每次零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 你要加一减一 那边换来换去 那我每次写 最讨厌就这样 你让它想出来 这地方到底要加一 还是减一 如果没有加一或减一 最后两边不match 就错了 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招实在太棒了 怎么样呢 把它空下来不就好了 你一月就放一月 第一个位置就放一月 第二个就放二月 这样不就match了 完全不用想 两边match就对了 OK 所以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因为这样 虽然说会多这么一点点空间 但是完全不影响城市的执行 但好处就是你城市执行起来 写起来就是顺手 你就不用去管说哪边多哪边少 所以有时候 这是一种一些写作的习惯 那接下来的话做什么 乱数 所以呢 因为我有一个清单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就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乱数 所以产生当然本来是零 零到十一 零到十一 但是因为我把位置改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 一到十二的乱数 因为这个空下来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管第一 这个第一个是零 OK 所以我就让它产生一到十二的乱数 那一到十二乱数怎么产生 OK 所以这边的话有一个变数叫match 它就是用random range 帮我产生一到十二的乱数 那再来的话后面都差不多 你就再跑一个无穷回圈 然后再跑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多重应该是 如果两边match 如果不等的话就跳回去 继续再回答 这样的话这一题就完成 OK 请各位试一下 再把底下的话就run的结果 下面程式怎么写 自己想想看 没有标准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一题的话又多出一个 串列的心态 OK 串列的话呢 就是一到十二月份 当然这个英文 你可以不用背 但是你这个一月 这个叫January 这个你可能还是要拼得出来 一月 那我的习惯 你不用去查翻译 Google翻译 你直接输入到 那个Excel里面 向下拉 自动就出现了 自己再把这个串列给做出来 试试看 底下的话呢 试着把那个MindCai 我刚刚讲 就是问题为 就把那个 它产生的那个乱数的月份 放到自串里面 串接之后 让实用的回答问题